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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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现在这个丙图table题或者说我们这个是bouchart 他都是超过一个的 所以他这个名词后面要什么 要加s 而你改写动词后面这个s是一定不能够加的 一定不能够加的 因为这属于很基本的语法 对于要考七分以上同学你要留意了 所以这个语法是一般现在时复数后面动词会加什么 不会加这个s 好 接下来注意一下我们剑桥时的第四个test是A类同学 考的是一个什么题型 是我们的流程图 流程图 好 流程图就要注意一下 换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剑桥一共是四套题目 它在里面出现了一套是流程图的话 代表在未来考试趋势 流程图要比哪个图来重要 地图题 所以相对地图题来说流程图可能出现比率更高一些 好 剑桥实例的流程图跟以前还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以前都是从step one到step 比如step ten 对吧 好 剑桥时他考的是一个什么 life cycle of seven 是一个什么 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好 圆圈什么意思 换句话来说是你从第一步要写到最后一步 在考场里面你不能忘记最后一步要回到什么 回到第一步 回到第一步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在你作文里面什么叫cycle 是一个循环的才叫cycle 所以写到最后第三步没有用 要第三步再回归到stage one 才是我们这个cycle的定义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换句话说一共是四套小作文题目 会有一套题目出到了我们这个flow chat 所以在未来考试时候 尤其是A的同学你要留意一下了 flow chat 出现频率会比较高一些 流程图 好 接下我们来看一下极类同学 极类同学考的是两篇的 两篇的这个是test one 跟test two 好 出现的频率为test one 是请求朋友帮忙 你出国了以后请当地的朋友 你快要去出国了 请当地朋友帮你帮你个忙 帮你找个partime job 帮你找个工作 对吧 好 这封信属于我们雅思考是极类的哪一种信件 informal 好 所以说它出现的test one 出现一道老题是informal题 而且是请求朋友帮忙 而我们的test two 出现的是一封感谢信 好 感谢信这道题的话是跟我们以前的剑桥题目几乎是一样的 你到了一个饭店里面 然后你跟朋友吃了一顿晚餐 然后呢 你说你要感谢一下这个manager 说你们的服务和你的食物非常好 所以感谢信 感谢餐厅的这个manager是一个老题 好 同样注意一下它是一个什么信件 是formal的信件 所以换句话什么意思 对于极类同学来说 变化比较少一些 formal和informal各占多少 各占50% 是你们未来考试这个趋势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task two 好 首先task two的话跟之前是一样的 跟之前是一样的 同样题型的类型是不会变的 所以一般来说嘛 还是分几种题型 分三种题型 好 第一种是argumentation 而第二个是report 第三个是mix题型 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自从有了这个雅思考试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分体的一个分体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argumentation 跟之前考试是一样 它还是分有六种的问法 如果字比较小的话 我念一下 后排同学我来念一下 好 argumentation共分六种 第一种会问你说what's your opinion 讲了一件事情 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而第二种是discuss both side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两边都讨论一下 然后最初给出你一个意见 好 第三个是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 讲了一件事情的趋势 让你讨论它的优点和缺点 好 第四点是讲了一件事情 问你说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那前面可能会加什么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好 第五个 说了一件事情以后说 is it a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好的还是一个不好的变化 好 最后第六个是advantages outweigh or overweight disadvantages 好 所以跟之前一样 我们的这个argumentation题目一共会分六种问法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report 同样什么是report 跟argumentation是不一样的 就换句话说 上面是让你辩论正方跟反方的 而这个report是让你explanation 让你解释的 解释一件事情的原因 或者解释它这个是solution 或者解释它这个事情的problem 或者解释它这个problem加solution 好 另外一个题型 尤其要注意一下是mix题型 待会讲到剑桥10的task2的话 请A类同学要留意mix题型 这个题型的话 在我们剑桥10里面出现了一个新题的一个变化 所以mix题型的新的考法 可能会是我们A类同学未来考试的一个趋势 好 在讲这个剑桥10这个大作文之前的话 我先问一下啊 我们首先这个argumentation 不管你是考A类还是级类 一般要占题目比重的80%到85 对吧 好 那么不管你以前有没有上过这个雅思培训课 那么它一共雅思同样是要你辩证两方 它和explanation不一样 它分了六种问法 好 请你看一下为什么雅思要分六种不同的问法 就是你思考一下 为什么它要分不同的 好 所以换句话来说啊 以上的这六种问法的话 它哪一种一定要有自己明确的偏向性 明确的自己就是两方的偏好的 一二三四五六哪一些 一起看一下啊 第一个what's your opinion 嗯 第几个 第四个 第四个 还有吗 第三个 第几个 第三个 还有吗 三是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四是这个agree or disagree 还有几 第六个是是不是advantage outweigh disadvantages 对吧 好 三四六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 你要注意一下啊 一般作为我们正常的来说话 其实就是讲一件事情正方跟反方 其实不需要我们有这么多种问法 但是为什么在雅思考试里面 它会分六种不同的问法来问你 因为它对于你的这个答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你要记住啊 这六种问法里面一般来说出现以下两类词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有偏向性的 第一类什么词啊 or这个词 所以是第几个 第四个 to what extent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是第四个 对吧 还有第几个 第 or 这个词 第几个 第五个 对 是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所以是positive or negative 或是agree or disagree 好 除了第一类这个or这个词的话 第二类什么词是outweigh overweigh 或者是more 随时第几个 第六个 第六个 所以正确答案是你要记住啊 考试时候拿到一道题 我们可以先可以看哪里 先可以看题目的这个问题 好 所以是出现两类词 第一类是or 第二类是outweigh overweigh和more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什么 偏向性 如果你想拿高分的话 好 而我们第一种 what's your opinion 第二种 discuss both side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或者是第三种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这个可以用我们什么写法来写 我们传统说的一种平衡式写法 换句话什么意思 我可以左边争论的跟右边是一样多的 最后我的观点是什么 是中立的 同样我们可以怎么写 我也可以什么 一边比另外一边来的多 所以我最后是有明确自己的一个观点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同学说第一个问题 不是已经问了你说what's your opinion吗 我怎么不需要给出个明确的观点 那我觉得a方跟b方一样重要 也就是我最后什么 我最后的opinia 所以这个可以 我同样可以觉得什么 b方比a方来的更重要 好 所以不管是哪一场考试 到考试时候 不管出到剑桥9剑桥10剑桥11 你任何一场考试 你要记住我们问题的这个问法 取决了你今天这篇作文这个结构 所以456是一定要偏向性的 而123可以平衡式 可以偏向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剑桥10出a类同学出现了哪一些 哪一些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作文的题目 好 大作文的话 首先首先剑桥10同学出现了第一篇 a类同学出现第一篇 是说他让你解释两问 第一问说你是不是同意 要有这个是punishment 要惩罚 惩罚来干嘛 帮助孩子来判断什么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什么叫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判别什么 对合 对合错很好 对合错 好 所以第一问就会问你说 是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做法 好 第二问说 what sort of punishment should be uploaded 好 所以是哪一些的这个惩罚 应该被应用到这个 这个process里面 好 所以这个属于我们提醒里面哪一种 属于我们比较不常规的什么提醒 叫mix提醒 如果你有记笔记同学 我希望你把这道题画一个五角形 好 什么是mix提醒 刚刚讲了一类是argumentation 一类是report 好 mix提醒也就是换一句话说 他一问是问你这个是report 一问问你argumentation 换一句话说 题目的50%需要你explanation 需要你解释 而另外的50% 希望你要有一个argued 好 那么我传统的mix提醒一般会怎么问 他第一问一般会问你一个 what are the factors 或者说what are the causes 所以这一问等于什么 是explanation 而第二问会问你一问什么 argumentation 你觉得这是好的还是坏的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A类同学的这场考试 第一次test one 好 这个跟以前老题目有什么差别 他上来第一问就是一个什么 argumentation吧 所以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往往第一问是explanation 加上一问argumentation 而新的剑桥石题目 他把顺势颠倒了 第一问是argumentation 问你agree or disagree 而第二问问你说是应该采取哪一些的punishment 哪一些的punishment 好 除了这个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是跟我们之前的mix提醒是不一样的 好 第二点你还要留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啊 题目的背景是说 这个是惩罚小孩子 或惩罚是很是很必要的 在哪里很必要呢 是就是说给判断对更措施来的很必要的 好 第一问问你说你同不同意 对吧 第二问说哪一些惩罚应该被进行 应该被进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这道题的确问你agree or disagree了 但是这道题答案为不为一 就是我换句话说 我只能agree还是只能disagree 还是说这道题我可以agree也可以disagree 可以什么 你思考一下 这个很重要 好 第一问他说 你是不是同意这个punishment 好 你觉得答案是 有多少同意的答案只可以agree的有吗 哦 四五个 obrigado 好 三五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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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